大家在網上或者手機銀行轉帳 有沒有試過因為不小心 入錯收款人的銀行戶口號碼而轉錯錢呢? 為了協助客戶減低轉錯錢的風險 銀行會在2022年12月底前 採取加強保障客戶的措施 當你輸入收款人或者公司的銀行戶口號碼和名稱 經轉帳快即時轉帳港元一萬元或以上 去收款人在零售銀行的戶口 銀行一般都會核對收款人名稱 假如你輸入的戶口號碼和名稱不吻合 為了保障你不會轉錯數 銀行不會執行這個轉帳指示 而銀行也會通知你 如果轉帳金額少過港元一萬元 就要更加小心 因為銀行未必會進行對名程序 就算銀行方面有加強措施 作為精明的銀行客戶 當你輸入轉帳指示的時候 都應該仔細核對清楚付款詳情 因為執行指示之後 就不可以終止轉帳交易的了 不想轉錯錢 過數檢查真些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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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